我們來跟大家說明一下那個錄影跟那個字幕的部分 來找一個 好,講測在這邊 那它有錄影的功能,你看影片影片 這樣 你可以插入自己做好的影片也可以 它本身也有螢幕錄製的功能 所以如果你的簡報裡面你需要一部分就是屬於操作的 那你可以用它這個我覺得還不錯 就可以直接錄下來 那第二個就是等一下會有講到字幕的地方 再跟各位講 比如說我這樣按下去 它就開始打開它的錄影的程式 有沒有 那你還可以選擇哦 要不要把自己的畫面加進來哦 來,補貨 這裡,我把它勾起來好了 這一個 沒有勾到 所以手太大 有時候也不好點 哈哈哈 好啦,不讓我點就算了,沒關係 來,我去按下錄影哦 有沒有,F10是停止 所以我現在 這樣把它抓下來 那當我抓下來之後 它就直接變成一張投影片 裡面的一個那個 OK OK F10 我把它停止一下 剛剛有同學在問問題 待會我再回答 現在呢 它就幫我把這個內容 送回到這邊來 有沒有進來了 你看 你看這樣是不是錄下來了 那 我先把它放進來 我們先預覽一下 預覽 你進到這邊點它一下 這個應該可以看了 點 點它 我先播放一下 有有有 有的錄下來 像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它一個還蠻不錯的 本身就有錄影的功能 那麼 再來就是 下面這邊哦 如果你想要有字幕的話 針對這一塊 有字幕 在這裡 你看它的 路徑旁邊有沒有麥克風 這個地方 點下去 它就會進入它的 它的那個字幕的地方 請問 你們簡報的時候 都喜歡像這樣 現場直接講 還是喜歡 有些時候 想要自己錄影一下 錄影 講解 但是又怕自己的聲音不好對不對 有沒有別的選擇 找聲音比較好的同學來 是一種方式 但是我現在去那個燦坤 他們外面那個 不是很多東西 放那個在 不斷循環播放嗎 他們現在都找 Google小姐 都連那個報告的那個 都省下來 所以呢 我們 Focus在有一個好處就是 它有這個功能 給你看一下 它在這邊哦 它那個字幕啊在這裡 如果你不想要自己錄音 也可以 跟它講 你要講什麼 好 增加的物件會增加 好 繼續 各位 各位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好多角色可以選 有沒有 我記得 我記得好像還有一個台灣代表 小林 不過現在好像歸納到VIP裡面 哦 有有在這裡 它在另外的軟體 它有不同的軟體 還有小星有看到嗎 你應該不會想要用小星講話吧 不過在這個裡面是付費的 但是在其他軟體 它有其他軟體是免費的 好我先用普通話 我請他來講幾句話 我就請他講這句話 你就用下去 這樣找演員來配音可以嗎 有沒有 那你要聽看別的好吧 粵語的 我不知道怎麼樣 你就可以找找看 那個數量啊 就是那個語音的速度 還有那個都可以改 音量也可以改 啊 講到這個就想到香港而已 所以 有人見了什麼吧 這樣可以接受 所以你就看你要哪一個 男生的女生的 那重點來了 你在這邊呢 如果你覺得這樣可以 你看 可以同步幫你把聲音加進去 因為有字幕了對不對 有聲音 順便怎麼樣 要不要按照段落 我現在是 同一段文字 是不是很長 但是如果一般我們的字幕 是不是第一句顯示完 分第二句第三句 所以如果說你是這樣子的話 你可以把它分段 你把它分段 這樣 我現在把它分成幾段 按照段落添加 按照段落添加 你來試看看 這些也是什麼 目前泡沫沒有的 好那我們就預覽一下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下面 有沒有 這樣有比你做的快一點點嗎 當然那個字體的樣子你可以再改 它本身那個文字的樣式啊 這些都是可以改的 而且你每一段這邊都可以再做修正 所以這個我覺得也是它一個 蠻跟別人不一樣的地方 可以跟大家分享 也就是它有錄影啊 還有像這樣增加這個字幕啦 錄影的動作的